挥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旋风 造成全球的AI风潮 如今这股潮流也席卷了今天放榜的国中教育会考 以往不少成绩优异的考生 第一志愿几乎都是将来想当医生 但目前却出现更多人想当AI数位工程师 今天在高雄就发现了这个现象 而学生们说因为走AI可以创业当老板 将来好赚钱而且赚更多的钱 阳明国中知优班又是科学家族的陈哲宏 更是法律性社团魔法家族的成员 多才多艺的他国中会考考了满分满点的好成绩 谈到未来的志向他说 将来有可能会走电机或者医学那边 就有可能要看我高中的时候成绩如何 然后会再决定 所以是AI的部分吗 这一次黄远勋来有受影响吗 有一点点 怎么说你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看到他赚很多钱 而且看起来很聪明 然后有点犹豫的是小时候觉得想要当医生 就是感觉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现在最近有发现到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那未来的发展有可能是朝着AI或者科技这个方面去发展 那有可能我的想法就会有一点点的改变 所以将来还会取舍就对了 对 OK 恭喜你 雅明国中知优班也是科学家族 更是学乐团家族成员 黄梓杰在今年5月已经争取雄中科学班 这次也是考出满分满点的好成绩 而谈到未来的志向 他说 将来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电资或者是资工二类的方面去发展 为什么是跟黄仁勋来有关系吗 对 因为其实我电视上最近也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报道 那其实我们通过他的一些访谈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现在世界的趋势是比较偏向电资或者是AI这方面 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的工作好像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是可以往这方面去培养这样子 至于五福国中的朝廷瑜 国中会考考出30分33点的好成绩 更是五福国中乐团的主唱 允文允武多才多艺的他 谈到未来的出路 他说将来想走哪一方向 想要读二类或三类当工程师 而医生也是一个选择 那这一次黄仁勋来 AI的风潮席卷整个全球 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啊我发现其实不一定要就是有那种刻板印象觉得当医生一定能赚钱 也可以自己去创业看看 所以你会考虑这一方面吗 会啊 可是你刚刚又说你想当医生 也是一个方向啊 就是看高中读书状况怎么样 还有未来的发展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本来有志向当医生 那现在AI其实也是一个选择就对了 就是你的选择会变得比较多 对 那所以以后要更努力哦 好谢谢 过去各种大考成绩放榜 几乎大部分的知优生的未来至上 都以当医生为最优先考量 如今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所带动的AI风潮 也让年轻人看见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市场 想要改走AI定制工程的人变多了 相对的也显示将来想要报考医科的人 上榜机会也变多了 这种排挤效应也成为黄仁勋来台后 国中会考放榜后的一种必须谨慎面对的现象 样新闻记者陈文平高雄采访报导 要форм与市场女士